哈喽各位朋友,欢迎回到台湾家庭在德国 今天这集要跟大家update一下 6月23号德国议会刚通过的新的基础移民法 关于机会卡的计分方式 目前外国人来德国工作的资格已经放宽非常多 想到德国找工作的人可以看看你符合了哪些条件 今天的影像素材是我们今年早春的时候在汉堡开车兜风 找樱花树的影片 但因为很多樱花树都还没开花 没拍到很多开得很茂盛的樱花树 就当做看看汉堡的城市风景吧 片尾跟我们去吃一家意大利人开的意大利餐厅 可以吃到口味正宗的拿玻璃披萨哦 在今年春天的一个风和日丽的礼拜天下午 我和老公打算开车在汉堡四处看看樱花 姐姐和弟弟刚游完泳 但他们不想跟 刚刚问他们要不要去 他们不要去 黄千平跟弟弟去游泳 可是他们不想来 黄千平明明要考试 所以今天就没有弟弟他们了 不久前我们频道有一集说到 目前移居德国最简单的方法是来德国做职业培训 就是奥斯比兰 这是针对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普通人 只要中学毕业年满18岁 具有一定程度的德语能力就可以申请 有兴趣职业类别的奥斯比兰 但如果你已经有大学研究所以上的学历 或是已经在某个领域拥有专业技能的人 就不需要再来德国做职业培训了 可以透过机会卡的方式直接来德国找工作 机会卡德文叫做Shawson Carter 英文叫做Opportunity Card 得到机会卡的人可以有一年的时间来德国找工作还有工作 有机会卡的人可以在德国每个礼拜最多工作20个小时 另外也有两个礼拜的不限时数适用工作 设置机会卡积分系统的目的是 让非欧盟的技术人才和高学历的人才 可以更容易的来到德国工作和生活 德国参考了加拿大移民的积分系统 在下面的六个条件当中 累计达到六分就可以获得机会卡 其实新的技术移民法已经实施了一些项目 但机会卡这个部分还没有正式开始实施 预计明年2024年的年终会有明确的方案和申请的窗口 如果之后有新的消息和新的调整 我也会尽快跟大家update 机会卡的积分标准分成六个方面 包括一德语和英语能力 二专业工作经验 三与德国的联系 四年龄 五潜力 指的就是学历 六生活伴侣或配偶的条件 在语言能力方面的详细积分方式是 德语程度达到Best Buy可以得到两分 德语程度达到Best Buy可以得到一分 英语程度达到C1可以得到一分 在专业工作经验方面 如果你至少有三年的相关专业工作经验可以得到三分 与德国的联系指的是 如果过去五年在德国合法居住至少六个月的人可以得到一分 在德国有赞助商有顾问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工作的人也可以得到一分 在年纪方面 35岁以下的人可以得到两分 35岁到40岁的人可以得到一分 在潜力的项目当中有德国认可的大学学历可以拿到四分 这边不限于在德国拿到的学位 可以是在其他国家的各种大学和学院所拿到的 影片下方说明栏有一个连结是德国认可的大专院校 输入你的学校名称就可以知道毕业的学校有没有在德国认可的名单当中 如果你到德国来完成职业培训就是Ausbildung也可以拿到四分 在伴侣的条件当中 如果你的Lebens Partner生活伴侣或是配偶一起申请的话可以得到一分 前面所说的全部加起来如果有达到六分以上就可以得到一张机会卡咯 这边可以看到港口 然后那边有货柜船跟比达摩尼 那个就是亦北爱乐地 这个就是 诶 比达摩尼 汉堡的第一标 这就是刚刚拖的 第一次来汉堡的时候就看到这些东西 就觉得没有那么美 因为就比较喜欢像汉堡那个Post up的那种乳酷的感觉 好 汉堡的 对 跑PT真的很多某些区啦 这一区真的还蛮壮观的诶 然后有一排房子全部都是跑PT 这一区是不是有点乱乱啊 快到散炮里了 对 散炮里还有八分钟 哦 汉堡的东西分局 对 这个散炮里是天下第一个 现在来到散炮里了 这边白天是还好啦 德国政府要制定一项法律非常的旷日费时 主要有六个阶段和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草案 第二个步骤是各州和相关协会的讨论 第三个步骤是内阁决议 第四个步骤是联邦委员会表达意见 第五个步骤是联邦议会宣读 第六个步骤是完成立法 技术移民法在进入第一个阶段立定草案之前 已经讨论十年了 目前这项技术移民法的进展是到了第四阶段 还有后面的五六两个阶段还没完成 今年2023年的三月份 德国总理Olaf Schultz 在联邦议会中强调 使德国获得技术人才非常的重要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我们必须针对欧盟技术人才制定最现代的移民法 这是德国迈向现代化的一步 也是确保未来经济增长的又一步 德国议会在上个月六月份通过技术移民法 向全世界宣告正式成为现代化的移民国家 这个新的计分系统是为了帮助企业 更容易从国外招聘合格的专业人才 对于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本身 他们也可以更清晰的来规划移居德国的条件 从那边坐船去Cuning der Lever看表演 前面就是大名鼎鼎的Ebby 老公已经来德国三十几年了 1990年来德国留学的时候 当时对签证很严格 留学生几乎是毕业之后就必须离开德国 雇主要帮外国人办工作签证非常的麻烦 毕业后就算你找到工作 当时的学生签证也不可以直接换成工作签证 还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办理 我老公就有两次回台湾办德国工作签证的经验 现在如果你是德国大学毕业的学生 可以申请18个月的找工作签证 找到工作之后也可以在德国转换成工作签证 已经比30年前容易许多 美丽的汉堡市中心湖边 这礼拜的demo实在是多到可怕 然后下礼拜还会 下礼拜一有一个据说超级大罢工 最经典的汉堡金色 如果是来做职业培训的学徒 Alsbydon结束之后也有12个月的找工作签证 如今任何人只要符合刚刚所说的六项条件当中 集满6分以上 不需要来德国读学位 也可以有一年的时间来德国找工作 这么大幅度的放宽条件 真的是30年前很难想象的 前面有一台Alfa Romeo的普通车 右边有很多的 右边有一个樱花树 又有一个樱花树 这里有樱花树 这边有樱花树 这个也是小小的 新旧交成 新旧交成 可以吗? 之前太公平了 对啊我记得 我跟你来过 你觉得那个餐厅叫Windows 大概 对啊叫Windows 那已经是快20年前了吧 我的天哪 这边 这个是最经典的 不过所有找工作签证 在期限结束的时候 如果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的话 也同样必须离开德国 拿机会卡来德国找工作的人 如果找到工作月薪 税前3500欧元以上的工作 就可以换成工作签证了 在德国有一份正职的工作 并且有缴税和养老保险 满5年就可以申请德国永居 如果你是在德国拿到的学位 那就更快 只要正职工作2年 并且有缴税和养老保险 就可以申请德国永居咯 上个月刚通过的新的技术移民法 对之前移民的规定 也有非常多的松绑和调整 总共有十几页的法律条文 虽然我已经下载了 但是因为我不是法律专业 我德语只有BayEins水平 德文的法律条文对我来说 有如天书 为了避免错误解读 还是不一条一条给大家讲了 只跟大家说说 我觉得比较令人兴奋又惊奇的三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是 未来新的技术移民 可以把父母以及配偶的父母 接来德国居住 在德国有正式的学生签证 或工作签证的人 都可以带老公老婆和小牌 一起来德国生活 但从来没有提到父母 我们这种已经拿到永居很久的人 也没办法把父母接过来生活 然而新的技术移民法有提到 未来技术人才的父母 也有可能获得家庭团聚的居留许可 而且他的配偶的父母 也可以过来一起生活 但这项福利只适用于2024年3月之后 拿到兰卡签证或一般工作签证的技术移民 不适用在这之前已经有永久居留的人 我们这些老移民可能还要继续等待下一波的开放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很多人不想移民德国的理由之一 就是不能带着父母一起移民 然而新的技术移民法实在是太贴心了 连父母还有配偶的父母也可以一起移民 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福利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让所有的专业人员移居德国没有后顾之忧 第二个亮点就是关于兰卡签证薪水标准的降低 可能还是有些观众不知道什么是欧盟兰卡 我在这边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好了 兰卡是一种工作签证 我认为他应该算是德国工作签证里面最高级的一种 他叫做欧盟兰卡 所以拥有兰卡的人不只是可以在德国工作 也可以在欧盟的其他国家工作 之前要拿到兰卡签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你的工作职位必须跟你所学的领域相符合 第二个是德国境内的雇主必须付你税前总年薪 五万六千四百欧元以上 稀缺职业类别 比如说是数学IT产业生命科学工程师以及医师 要求的总年薪标准比较没有那么高 但是你的收入必须与当地的德国籍的专业人士相当 而且税前的总年薪不可以少于四万三千九百九十二欧元 德国实在是太需要IT方面的人才了 目前有110万个IT方面的工作职缺 只要你有IT方面的专业能力 不需要会德语也不需要有大学文凭 就可以来德国工作 只要税前年收入四万三千八百欧元以上 都可以获得兰卡签证 而一般的工作签证薪水标准也降低为税前月薪三千五百欧元 以前办兰卡签证或许要六到八个月 现在如果你各方面条件都OK的话 甚至只要两个礼拜 大大的减少德国雇主帮外国人申请签证的麻烦 在时间和程序上都精简许多 拥有兰卡工作签证的人 因为你实在是德国迫切需要的人才 所以不会德语没关系 可以来到德国工作之后再一边慢慢学习德语 拥有兰卡签证的人 如果要申请永居的话 当然就要学一点德语啦 有德语A1程度的人 在德国工作满三三个月之后就可以申请永居 如果德语有Bain Eyes程度的话 在德国工作二十亿个月之后就可以申请永居咯 这边就是STARFA 非常远的地方就是天文海 亲爱的老公 怎么样 今天带我出来玩 出来闪花 对啊闪花 开生以来第一个有太阳的天气 对啊 然后我们现在也STARFA 新法规的第三个亮点 就是对于外国人专业认证的松绑 以前德国非常执着于专业能力的认证 对于不是在德国念的学位 和不是在德国拿到的证照 常常都是不能承认 很多外国人到德国 如果想要从事和之前国家一样的工作 都必须重新学起 比如说重新念大学 或是重新做一个奥斯比特 这里有一家做脸的 他们已经有摆出一些 挂那个蛋 他们也挂出彩蛋了 这家的蛋糕也蛮好吃的 我们那天很幸运的在路边 发现了一家意大利人开的披萨店 所有的披萨都是现做现烤 我以前在上语言班的时候 班上有个同学 他在菲律宾已经是合格的建筑师 而且在建筑师事务所 已经工作好几年了 他因为跟德国人结婚 所以来这边生活 希望能够继续在德国当建筑师 然而没有任何一家建筑师事务所 愿意用它 他有拿过他的建筑设计图给我们看 看起来非常的专业 他说他在德国根本找不到工作 因为雇主都会要求他在这边 重新取得建筑师的执照 或许新的技术移民法 可以让像他这样子的人的专业资格 可以更快得到承认 德国一直以来都很缺护理师和幼教老师 有一些已经在外国的本国 从事护士很多年的外国护士 来到德国就只能做护工 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德国做过护士 如果要做护士的话 要重新在德国做职业培训 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所以新的技术移民法就是要帮助这些人 可以尽快的进入职场 如果外国的专业人才不需要再做职业培训的话 要如何认证他的专业能力呢 很简单就用你的薪水来证明 如果你的雇主愿意付给你某种额度的薪水 你的外国专业资格就不需要仔细的被认证 如果薪水达不到标准 你的专业能力的部分 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认证哦 德国人的思维和价值观本来就比较注重实际 我们可以了解到新的技术移民法 比较看重实力而不是学历 重点是你会做什么而不是学历有多 新的技术移民法欢迎有真本事的人来德国工作 德国政府也释出最大的诚意 来帮助这些人有一个好的开始 机会卡的计分系统也提供具有工作潜力的人 有一年的时间可以来德国找工作 并没有要求一定要读到多高的学历 不管是不是在德国取得的学位都可以获得四分 在德国完成职业培训的人也可以获得四分 但是在这一年如果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一年之后仍然必须离开德国 我们频道经常有人留言询问的是 在德国的生活费 目前官方估算的全德国平均生活费 每人每月是940欧元 依照所在城市与个人消费习惯不同 实际生活开销可能有蛮大的差别 例如在租金最贵物价最贵的慕尼黑 一个月可能1000欧元都不够 如果生活在小城市 有的人700欧元就能过一个月 粗估在德国一年的生活费大概是台币37万左右 在这一年的找工作期间 正好也可以让自己体验一下 能不能适应德国的生活 前半年肯定是最辛苦的 然而人的适应能力很强 在网路发达的今天 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上网得到解答 也有许多前人的经验分享 一具异果他乡 不再是那么的一无所知遥不可及 要来德国工作和生活 归根究底的两个重点 就是你的专业能力和德语能力 专业能力可以让你在德国衣食无鱼 德语能力可以让你在德国的生活 比较顺利比较开心 虽然机会卡的细节 可能还会有所更改 但德国终于走向现代化的移民国家 是一个没办法回头的方向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这支影片是给打算来德国生活的人 有一些准备的方向 之后如果有任何的新消息 我都会尽快用影片或社群贴文 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点帮助 也欢迎你用超级感谢支持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罗 拜拜 拜拜 阿马路边的 完全不苦欸 好喝 也还蛮好喝的欸 是今天的账单 它不全有3.5 啤酒4.4 啤酒是有点贵的哈 提拉米酥8.5还好 然后披萨超便宜的 总共26.4 我们给了30块 它的oliveau好好吃喔 这个 26.8 然后还有一些意大利的 腌菜 酱菜 这一瓶超贵的欸 Extra virgin 40块 然后这边还有很大的酱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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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022 2002 21 凌坤 2022 2022 25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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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